大神 你一个人住了这么久 肯定特别无聊吧 我们玩个游戏吧 可以 你答应了 那我们就玩石头剪刀布 赢的人可以提个要求 输的人不许拒绝 好 这可是我的强项 石头一次都没赢过啊 规则就是这样 开始吧 石头剪刀布 三举两胜 石头剪刀布 五举三胜 石头剪刀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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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三举五十三胜 你赢了 我的要求是 不许提废粪的要求 不许提为难我的要求 不许提为法乱纪的要求 不许提侵犯隐私的要求 我只想知道 你的哥哥是如何守护你的 这也算要求 他的脑回路果然与众不同 我哥哥 就是个不学无术的骗子 除了打游戏 干啥啥不行 打架闯祸敌你 他经常把我们俩零花钱都花过 然后让我去跟小卖店老板卖菜 说我是没爹没娘的孩子 叫人家免单 他退学之前每次考试不及格 都让我去找舅舅舅妈签字 还有 他把身边对我好的男孩 统统一顿暴揍 挡走了我所有的桃花玉 我哥哥经常去网吧通宵 要不是看在 他会烧几个破菜 会讲几个睡前故事 还有那个从小陪我到大的娃娃的份上 我才懒得管他呢 那个 happening 我说了这么多 你听明白了吗